你好 欢迎收看6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还有65岁以上的一般长者 已经开始施打第四剂疫苗了 院媒部落村长还有代表们表示说 偏远地区长辈们行动不方便 独居长辈又很多 新冠疫苗第四剂开打 能够随着卫生所的巡回意料车来进行施打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长辈们周车劳顿还有不方便 新冠疫苗第四剂开打 不少年长者医院也高 但是偏远地区独居长者居多 行动也不方便 需要部落志工协助才能够外出施打疫苗 院媒村长就指出 施打疫苗可以随着卫生所的巡回医疗进行开打 也会方便许多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行动也不方便 如果要施打第四剂的话 我建议强烈的建议 是到部落来这边施打 这样对老人家也比较好 他们施打的医院会比较高 对乡亲的需求 乡名代表陈敬和表示 卫生所的巡回医疗 一旦能够进行新冠疫苗的施打 对年长者来说是方便许多 也能够提高接种率 因为我们卫生所每个星期四都有来我们院媒村做一个医疗的行为 我希望因为我们院媒部落的长者 他们很多都是行动不便 有的长者做东西 本人建议 请卫生所可以到我们部落来注射疫苗 因为这个区块 我希望相公所要全力协助 不要让我们老人长者在这边施打疫苗 造成非常大的不方便 因应国内疫情的正在流行 许多民众打完第三季满五个月 保护力逐渐下降 国内许多专家也纷纷疾呼 应该在秋冬前完成第四季的接种 以防疫情再度卷土而来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